这类神经失调 透过穴道的按摩 也可以稳定情绪 让它降低发病的几率 韦伦医师怎么做 对 因为有时候在上班 或在公车捷运上 突然间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我们进行一些自我 可以DIY的方式 第一个就是内观穴 内观穴的话 我们是在一个三指 就是两寸 三指就是两寸 很横幅的地方 在两条大筋中间 这个地方的话 对于我们的一个情绪 稳定还不错 第二个是在一个神门穴 当你用力握拳的时候 在我们的一个 有没有持骨的地方 有个小水沟 小水沟的中间 有一个叫做神门穴 再来就是说 第三个是我们的中指 我们往这边 中指弯曲的话 在手心中间是劳宫穴 那大部分我们按压的时候 会第一个先介绍 叫内观穴 内观穴 第一个很重要 就是内观心胸位 心胸位的意思是 如果说你在一个 胃酸分泌有问题 自律神经失调 你已经胃痛 痛到快死掉 挂急诊 或是你已经知道 情绪不稳定 或晚上睡不好 它可以去舒缓神经 那再来的话 就像神门穴 神门穴是 如果你现在睡不着 手头上又没有西药 去情绪放松 或放松的 整个交感神经的话 我们可以去按摩神门穴 让夜间入院会比较烦躁的情况 心情会好一些 那这个穴室 则是我最喜欢的 因为有时候被病人气到快疲功的时候 这劳宫穴室 如果你用力中压 我们可以用原子笔中压它 用力中压的时候 它会让你的充氧量增加 而且它本身是一个非常的有感觉 哎呀好麻 有感觉的话 它本身对于劳宫穴刺激是 会让你的充氧量增加 让你头脑会比较清楚 对于整个稳定度会增加 放松你的肌肉 间接放松你内脏的神经 不要忘记 其实我们在医学院解剖学 自律神经绝对不是抽象的 它是看似像线一条小小白白的 所以它还是可以被从远端取穴 去做放松的 除了透过这个 按摩这三个穴位之外 王医师我们透过 例如说平常的这个行为 或是运动 也没有什么方法 也可以降低它的发病几率 因为遇到西医的话 就很担心西医又要叫你去吃药 但是实际上 没有这么样子的复杂 自律神经虽然它是自律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 间接地去控制它 最有名的就是詹姆士旁德 它号称能够 根据用自己肌肉放松的方式 让自己心跳减缓 甚至到心跳会停止的地步 不过那当然是电影里面 写得比较夸张 对 我想到好神奇 小说上都是很夸张的 但是实际上确实有人 可以根据用腹式呼吸 或者是肌肉放松的方法 让他的那种自律神经 变得比较平稳 所以其实只要平常多运动 做一些那种 类似太极拳 或者是舒缓型的体操 瑜伽之类的 都对于这种自律神经的平稳 会有帮助 就是不要竞赛型的 而是这种可以放松身心 慢慢做的这种 转移注意力 是不是也是一个好方法 因为我看有些人办公室 情绪压力好大 他就养个鱼缸 或是种个小盆栽 这是不是也有不错的效果 是的 适当的转移注意力 或者是应该说 能够有一个 能够让你投入心思的嗜好 这对人来说 绝对是有帮助的 它能够让我们 稳定我们的情绪 稳定我们的心神 如果这个运动本身 又能够营养性情的话 那对于自律神经 它的帮助就更大了 所以我们常常确实说 很多那种老人家 有很多的那种公务人员 有精神观能症 或者是自律神经失调 老是期待的说 我能给他一张诊断书 让他赶快退休 但是实际上我告诉他 退休只是休息而已 如果你没有办法培养出一个 能够转移你注意力的 好的休息方式的话 你这并不会好 确实也是 那请问一下伟人师 那我们在食物上面 或一些食材上面 有什么样的东西是进吃它 会引发自律神经的不舒服 那哪有一些食物是可以吃的 会安定我们的自律神经 大部分我们会建议病人 尽量不要喝茶 咖啡 酒精 那不要忘记其实中医来说 还强调一个五婚 就像是韭菜 葱姜蒜 对情绪刺激 会活跃你的烦躁情绪 的东西尽量减少 可是你可以说多吃什么 像核桃可以去补脑 去放松 还有像奇异果香蕉 可以做情绪放松和睡眠的话 我们尽量建议多吃一点的 对你吃饭 对 solic giveaway 咖啡 咖啡 我还是读笑 那